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朋友 诶 这个好好好 这个好 谢谢 谢谢 我就爱吃 我们是清真食堂 我们的餐里没有完送 完全没有猪肉 都是鸡肉跟牛肉跟鱼肉 我觉得有食堂是一个很幸福的事情 我叫陈正文 我是南郊食品集团董事长 我来自台北 但是我的先祖父他是在上海复旦大学毕业的 当时是震旦大学 之后就在上海经商生活一直搬到台湾 家里面小时候常常听到讲上海话 后来一直到了95年 开始来大陆考察 然后有机会来投资 我们的第一个厂是设在天津 但是当时我的父亲跟我说 假如我们要经营全国性的市场 那我们的决策中心必须要放在上海 所以天津设厂的同时 我就在上海设了公司 每次出差就是台北飞到天津 天津飞到上海 然后飞回台北 从一开始两个月一次 到了后来一个月要三次这样的飞 两千年的时候我受不了 我就跟我父亲说 我应该搬到上海住 他就看了我一眼 他说早就该搬去上海住了 北方叫裤袋面 我们叫蝴蝶面 就是宽的面 好吃的蝴蝶面 然后特别适合做拌面 干拌面 我个人喜欢 当时来到上海 回到大陆来创业 凭着就是一个信念 当时看到的机会就是 大陆烘飞市场 面包卖得比台湾贵 但是没有台湾这么好吃 这是我们的机会 我们就这样子开始做 当时一开始的时候 确实遇到很多的困难 我还记得我们当时送这个低温的产品 是用黄包车上面盖的棉被送的 谁能想到现在二十多年后 手机一按二十分钟马上 什么产品送到家里 这个是天翻地覆的变化 我们来到上海二十多年 目睹了市场的进步 我们非常荣幸的觉得 我们也有参与在里面 也有贡献在里面 这是一个全世界最大的市场 然后全中国人都是非常努力 非常勤奋的 经济的成长机会是无可限量 就是这样子的信念支持了我们意识 走下来走到今天 现在回头看 我们回到大陆来投资经营 是一个对的选择 随着上海的越来越开放 这几年也借着进博会 我们连续参加了三年 都有签到很大的订单 我们认为进博会对于我们公司来说 是一个很好的平台 安生立命永续经营 一直就是我们这个企业的价值观 经过多年的努力 我们在大陆市场取得了相当的成绩 今年五月我们在上海主板上市 这不光是社会和市场 对于我们经营成果的认定 更是对于我们未来 融合大陆市场发展 永续经营很大的助力 我们希望和大陆共同进一步和发展 这也是我们的不忘初心 这也是我们的不忘初心 我们下期再见